今天老板打算在路边买一条水管 本来是打算用人工开挖 但是由于要经过一户人家门口的地面 工人们又挖不动 所以请挖机来帮忙 老板的意思是先不要换锤 可以省一部分费用 先用挖斗搞一搞 看看能不能挖的洞 不能挖的太深 之前下面就埋了一条套管的电缆 可以看到这个门口与路面的衔接处 之前就是切过缝 把电缆埋上以后又重新打的斐泥土 我跟老板已经提前说了 这种情况很有可能接不动 如果能接的动的话 因为是夹在正间 很有可能把路两边给接坏 不确定的因素一定要提前跟老板讲明白 不然到时候很容易说不清道不明 哎呀这接的好 把旁边也接坏了 果然是不出我所料 二十多公分肯定是不好接 由于这个块块比较厚 在接起来的时候比较费劲 在不接住锤的情况下 又不想用挖斗用碰用 可以看到在翘的时候 下面一直在下沉 因为之前埋的电缆都是些松土 所以我尝试着在不碰坏电缆的情况下 轻轻的把地面下面掏空一点空隙 利用挖出来的水泥块块 举高的罐形容来砸地面 我真是服了老板这个老六了 他有锤不硬 还有的老且说 你这样摔石头很容易崩坏玻璃 根据我十多年崩坏玻璃的矿山经验 总结 只要平面着地就不会崩坏玻璃 我底码这越往这边越厚啊 不行 这太废车了 而且地面都接坏了 这说什么我也不能再给你接了 好汉不吃眼前亏 还是先把锤换上再说吧 哎呀妈呀 真是一物相一物 还有这么好用的东西 大叔哥旁边直呼 哎呀 小师傅这破腿锤法宝 果然是好用啊 属实是三套衣服 肉两套还是有一套啊 那这不废话吗 我早就跟你说了 最好还是得用破腿锤啊 我们就这样轻轻地把边点一点就可以了 正当我破腿完 把挖斗换上之时 发现大妈出不来了 正在直勾勾地盯着我 那我岂能袖手旁观 一个飞身下马来到大妈进前 就要帮大妈抬出来 非常的轻松就把前面抬了出来 大娘你可要服好了 特色要发力了 看来只抬这一边也不行啊 再加一把劲 哎呀呀呀 颤颤给周翻了 旁边的老六还得看热闹 还不赶快过来搭把手 更待何时 这要是再出不来 我可就要动用挖掘机了 二人齐心协力 最终还是化解了 接下来我们把破的这些 挖出来就算完成任务 这里有一个细节要注意 就下这么一根滚 没必要挖宽了 我们只需要贴着最左边的地面 逃一走宽就可以 右边的土 我们就尽量不要动了 这样也可以省一些返形土 哎呀 这地方是谁破的 怎么闪着没破呢 这不简直是胡闹吧 啊 就这一点也不知道再换锤了 我们看看能不能砸得开 哎呀 真是差一点就要打脸了 最后我们再把这一点清理出来 就看可以了